我們家的公小很近 但是私小也不遠 公小 公立小學 公立小學很近 私立小學在2公里以內 我就在想說 可是我就很怕公立小學 不是 私立小學會功課很多 所以我在它大班的時候 我就有去騷擾我們家裡附近 騷擾 那個私立小學的學生 就是我只要在譬如說在診所 或在Seven看到他們穿 我跟妳講私立學校最棒就是穿制服 妳就不用管他每天穿什麼了 然後就看他們的制服 我就說過去 我說妹妹 好弟弟 請問妳的功課多嗎 我是相應的調查 然後每一個人都跟我說不會 我說會不會功課壓力很大 不會 妳都做功課到幾點 他說7點最晚吧 我都有做很多調查 妳沒有看到右手已經拿出電極棒了 我覺得他問沒問題 但如果妳問就會出事 難的問 難的就出事了 對 然後但是後來我有朋友在笑我 他說妳如果是問一個 從一年級就在這個學校的學生 他到了四五年級或五六年級 他已經習慣了 所以他沒有差別 所以他會覺得還好 我說至少我沒有問他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功課很多 都沒有這個臉 可是我其實 其實他做法是對的 妳說他這樣道具騷擾小朋友是對的 其實在選擇學校的時候 最準確的就是問 讀那個學校的孩子 跟家長是最準確的 然後我有去他們放學的時候 去校門口看 好可怕 我又是跟見你 因為我有聽到那個 比較太明星的學校門口會有一些 大小眼 什麼看妳插什麼車 他們學校就沒有 因為他們學校非常小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門口的車都是 就是一般我们大家 OK的车子 然后他们老师不会送出来 他们的警卫伯伯超级敬业的 那警卫伯伯好像会记住 每一个小朋友对上每一台车 他会让对上演奏 才让小孩出去 很棒 因为他学校很小 一个年级就四班而已 所以学校非常小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 虽然老师说 透隐形的保鲜膜 但我就觉得我是安心 你说那些伯伯进去的时候 都要把右眼整个拿下来 然后装起来摄影机 就先把它装过去 因为我后来要去注册 因为我后来最后 让他去念了双语班 因为我想说 就是让他自然 再自然一点不要惧怕英文 所以我要去补学费的时候 下课 伯伯就是把我挡在门口 他也知道我是要去教务处 然后等到什么校车先放 然后第一批先放 第二批放完咯 我才可以进校园 他还要对到 对眼对到学务主任 就是我要去直接找他 他这样对到眼 他才让我进去 用眼神交接过 没有 就是北北非常的敬业 然后你就会觉得 就是有一个被保护住的感觉 因为是女儿会有点担心 也是妮亚伦就是平常塑形不良 他在外面晃很久 跟里长都知道这个人 我觉得太高了吧 我就在那个学校附近 真的花得满多了 而且他很突出 一看就知道这个人 校外不明显 我碰到小朋友的时候 我有稍微这样子 蹲下来一点 因为我很怕我这样 刚刚讲话他会吓到 太高了